小鸡 养鸡场昏暗黄色小鸡在场内聚集靠在一起 因为停电无法使用保温灯 一只小鸡约三四十元一次停电 养鸡户损失一千多只小鸡 另外街道上早餐店民宅随处可见发电机 孙子满头大汗无法睡觉 阿嬷只能拿扇子帮忙扇风 冰箱坏掉什么都兵不了 外面台电人员也紧急抢凶 因为小犬台风来袭 强风加上严惩 造成云的严害多相障 变成停电重灾区 目前还有930户停电 外面的东西都倒离开了 那几天哦 四天啊 我们在新的东西你处理冷冻 三天就差不多就快了 电力的电线修复之后呢 要分段示送的时候 就发现因为设备爱指的故障 送电之后又重复的跳跌 造成说我们抢修的困难 同样受到小犬台风肆虐的 还有大片农田 农业部七号最新统计 全台农损损失三亿三千七百七十四万元 以云林县两亿多元最严重 前五大受损农作物为鹿花生 硬植玉米干属牧草食用玉米 这丢农市来到吗 彰化的农民同样也是受灾户县长王惠美 立委参选人吴英宁也各自展开勘灾行动 农作物枯萎倒腐土豆像是落胎没有办法结果 目前彰化县府与台中区农改厂农粮署上镇施工所 租称勘灾小组确认受灾打20% 将含报农业部申请陷阱救助 在新闻云林彰化纵